我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迴避制度 這個迴避制度實際上是機關要確保程序正義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憲法上的設計 所以它不是法官個人可以做自主決定的 當我們發生下級審的法官到上級審 那麼他參與前審的審判 第二個所謂的參與前審審判是什麼 前審審判實際上包括參加準備程序 包括延遲辯論 包括整個案子的一個平良的過程 這個都是所謂的參與前審審判程序 那因此組織如果影響到裁判的公正性 那我們法律上就設計有一套的制度 那當然這一套制度就是在一個正常法治國家裡面 應該要遵守了 那未確定的判決 假設組織上的不公正 我們就認為它是當人的 不會被法律 所以可以上訴 但是法院如果自己沒有去自決 去查證這些事情 造成呢 這個裁判已經確定 那他當然構成在審 或者非常上訴的一個室友 那我想剛剛 徹老師 陳教授呢 所提的這個個案 是非常不幸的 就是說 他不僅呢 在上訴未確定選 就是未確定上訴的時候 或者到目前已經確定的時候呢 我們的法官都不願意承認 所謂的參與全審的這個裁判 造成本案呢 已經被移送執行 那我想 借助呢 德國的這個稅先通責 他們有所謂的不當磕稅的一個禁止 不管在磕稅處分的形成的時候 或者在徵收的時候 甚至移送執行的時候 都有呢 防範的一個措施 那本案呢 目前已經移送了這個我們的執行署 那依照我們的稅先基增法40條 我們的主管機關 在發現呢 岩處分有錯的時候 那他當然可以依照稅先基增法 來呢 自己來側為執行 那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的執行署 也可以呢 透過我們的行政執行法第8條 執權 來停止執行 那這麼多的國家機關 面對一個國家義務 沒有遵守的情況之下 為了避免呢 我們加入兩公約 特別是有效的權力保護 沒辦法實現 那我們不僅期待 我們的法官 應該有這樣一個自覺 我們的主管機關 也能夠呢 依職權 來認定 這樣的一個裁判的過程 顯然違背 已經存在的法律 那我想司法的改革 如果現存的法律 都不能遵守 那我們如何期待 未來的改革 能夠更加的親近 所以現存已經有效的法律 當然要遵守 並且呢 可以提供相當的就義管道 那因此這個案子 在進入執行階段 本來就是國家 要履行啊 依法行政 依法司法的義務 那最後呢 我想我要講 就是迴避制度 是國家各機關都要遵守的 不僅在行政程序法 在各級的法院的一個組織 乃至於呢 在立法機關 就涉及自己利益的事項 都應該迴避 那我們國民有非常多的憲法 即是包括從 601號到770號 甚至連這個 企業併購上面呢 如果有迴避的事有 都應該迴避 那我想這個是普遍之下呢 一個非常共通的法則 我們不希望在個案裡面 看到呢 我們的司法 因為個案的淪落 那我想司法的正義呢 來自於司法本身的自決 那因此我們對今天舉辦的 這樣一個記者說 說民會呢 我們希望國家 能夠聽到這樣一個聲音 用於改革 真的是要謙卑 為人權 謝謝